大家好 我是Hifi音響 雜誌珍立 大家都可能很久沒遇過一部 真是很強勁的視頻處理器 因為基本上現在的處理器 都放在各大品牌裏面 自己的那顆芯片裏面 所以就不可以共享的 而我面前這部這麼厚這麼大的機箱 其實就是一部電腦 裏面有32bit的浮點運算晶片 也有每秒的浮點運算晶片在裏面 一部電腦確實是不是很特別的 特別的地方就是它裏面的Aggraphom 即是它的演算法 它這個Map VR的演算法 本身是應用在電腦上的 即是它會透過一些不同的方向 比如不同的光源 反射光源 影像的對比 顏色 反光面 視點 紋理 凹凸等等 各方面去重新做一個影像的處理 而這一部它是做一個實時的處理 即是說你由一個Player 將個訊號丟給它之後 再丟給投影機之前呢 它就立刻已經做了一個 Video Processing 去優化那樣東西 那它的優化層面可以見到是什麼呢 很明顯很明顯就是 它的影像的光度是明顯強烈了很多 它不是只有光字 光得來呢 它是不爆的 不會說爆光了或暗位會灰灰灰灰的 完全是沒有這件事發生的 它同時提升了視角的對比度 顏色的豐富度 可以見到臉色的 醫療的顏色 總之每一件物件 人或麥獸不同的光線射過去的時候 頭所展現的顏色、光暗的程度 都是有很明顯的提升的 另外就是銳利度 但它銳得來不會令畫面變成CG人 它就沒有人工化 很自然的、很細膩 而景深和所有細節都會鮮明了很多 可以說是一個影像的整體提升 但是這個Aggrafone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它已經跳出了 不只是一個電腦上的用程式 它這部就是去年2019年 成立了一個叫MedVR Lab的公司 公司的兩大巨頭都是做開影像處理 和一些人工智能上面的演算開發 其中一位就花了10年去研究 影像處理的那個技術 令到它怎樣可以處理得更真實 影像的畫面更強 經過它之後就會更好看、更自然的 最重要是畫面漂亮得來是自然的 不是說偏式或者是誇張 或者是前景和後景拉得很開 好像剪貼一樣 是沒有這些負面的視覺效果出過來的 它這部機的運作方式 好像我剛才說的就是一個實時的 變了那個處理能力是相當之高速的 它出來的影像效果確實在我看完這部 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的DPUB9000的Player之後 再加上它我會覺得那個畫面是令我很心動的 尤其是看4K UHD的時候 我幾乎是重溫了我所有最喜歡最喜歡的4K UHD電影的 都有一個全新的享受的 所有的金屬細節 人物膚色的變化 立體感 顏色的表達能力 譬如質感 你看看地毯、醫療、質感 全部都有一個很明顯的提升的 那你說這部機是否只有這些處理能力呢 那其實它是不止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畫面 它可以設定340x2160 或者是這個4096x2160的 那我們Bosani的投影機 就是這個4096x2160的解像度的 那你說不是的 Source 都是只有340x2160 但是它竟然在看4K的時候 它選4096x2160的畫面 是比它原本的340x2160還要漂亮一點的 這裡是設定它的信號的來源 以及它的輸出的表現 另外大家可以看一看這裡 這裡是可以給你很多級的調節 而它的優勢 它是每一級都會給你看到分別 而每一級是不會 譬如你highlight recovery 它就按位的提升 對比的提升 它是不會改變了顏色的 即是不會說光位的顏色 在我加一級 減一級的時候改變了 或者光位的顏色 在加一級 減一級的時候改變了 這個很明顯的幅度就是它的光位也會看得多 塗很多細節的水道 那個吸引力是相當之強的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個選項它都可以給你做一個修正和調教的 另外它為了配合這個投影機的使用 它可以做一個black bar去重整 就是整個畫面推上去 下面的black bar闊了 而上面是沒有black bar的 那你在沒有一個開合幕的設計之下 它都可以令畫面中間的影像 就會有更高的對比表現效果 長身的反射的影響會比較低 另外就是它的支援能力 它可以支援除了4K的輸入 Blue Ray的1920X2080的輸入 還有其實DVD的輸入它都支援到 當然我會特別覺得它處理4K的影像 是真的特別吸引的 而針對高質素的Blue Ray 比如我看犬之島 經過它之後整個立體感 活生感又強了很多 我不覺得它不是一張4K的跌片 我會覺得如果blind test的時候 我一定會覺得這個畫面 其實我是不是在看4K的 不知道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之驚喜的 另外就是它的影像處理 支援到IMAX畫面的比例 另外它特別會支援JVC和Sony鏡頭的記憶功能 就是如果你已經有anamorphic lens 那你就可以配合anamorphic lens去進行操作 另外就是它可以支援一個3D LUT的軟件的修正 例如Calman、Lightspace、DisplayCal 這類這樣的影像調教系統 去做一個不同解像度和不同色域的畫面修正 我會覺得用了它之後是很開心的 如果大家真的自命是一個影像的超級發燒友 我覺得你要去米樂影音那裡去看看這部機 這部機會帶給你一個很驚喜的視覺享受的 你會不會呢 我會拍照 今天都有一個你可以看 我的雨 你會不會再說 你會拍照 你會拍照 我會拍照 你會拍照 你會拍照